较早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为了进一步提升笔记本的显卡性能 OVDA方面准备了RTX2050 MX570和MX550等三款全新的移动显卡 而根据最新的测试数据显示 旗舰款的RTX2050 其的性能已经超过了MX450显卡一倍之多 同时也领先了游戏本中的GTX165023%以上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看 如果要升级MX350、MX450等上代核显 OVDA只需升级推出MX550和MX570两款核显即可 但是现在由于AMD和英特尔均是推出了基于 RDN2架构AureusXE的超强核显 所以对于OVDA而言牙膏不能再挤了 RTX2050必须得出 具体来看RTX2050虽然从命名上隶属于20系 但它并没有延续图灵架构 而是换用了同30系的安培架构 采用了三星8纳米制成工艺 基于最新的GA107核心打造 除此之外 其还拥有64个Tensor招的内核 以及16个RT核心 核心频率为1155MHz到1477MHz 但让人意外的是 RTX2050拥有了2048个库大核心 已经来到了RTX3050的同等水平 同时相比RTX2060的1920个 还多出了128个 然而为了避免出现越极挑战的可能 RTX2050仅配备了未宽为64bit的4GBGDDR6显存 最大在宽为112GB每秒 同时整卡的TDP功耗也仅为30W到45W 至于性能方面 从目前公布的测试数据来看 RTX2050在3DMark Fairstrike中的最终得分为9679分 相比上大的MX450性能直接提升了134% 同时也领先了游戏本中的GTX165023%以上 而在面对视频剪辑时 RTX2050的性能也是一技绝成 最高领先了英特尔IOSXE的76% 除此之外 由于其采用了三零系的安排架构 所以依旧是会支持光线追踪和DLSS技术的 并且根据AVIDIA的透露 配备RTX2050显卡的笔记本 将会瞄准高性能办公 视频剪辑和直播与平面设计 所以RTX2050还能与AVIDIA Optimus技术进行无缝合作 实现超长电池续航和最佳性能之间的完美平衡 这也就意味着RTX2050势必将成为 入门级笔记本中性能最佳的存在 至于发售时间的话 RTX2050将会于三月初正式上市 而以下的MX570和MX5550也将会陆续登场 所以想要购买的玩家们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一键三连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